普京突然动手了,打响了叙利亚最后一战的第一枪,9月4日,从住旭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西非的四架俄军战机对征服阵线,恐怖主义组织位于伊德利布省的设施, 实施了高精度导弹打击,早前,美国总统特朗普305身,警告,俄续一三国,不得对伊德利布动武,然而,普京的这一枪,狠狠地打在特朗普脸上,声音很响,普京不止打第一枪,而且还会打第二,第三枪,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,俄方今后还会这么做,也许,叙利亚离美国太远了, 美国人根本不会感到威胁,要玩就玩大的,普京再次派出两架图95MS轰炸机飞向美国领空,9月7日,华盛顿自由灯塔报,援引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,NORED发言人迈克尔库查理克报道, 趁美空军发现两架俄罗斯图95战略轰炸机,试图靠近阿拉斯加领空,两架F-22战机紧急升空拦截,并对其进行伴飞,直至他们离开延阿流深群岛,西部岛链的防空识别区, 库查理克指出,图95位进入加拿大和美国的领空,这是F-22今年内第二次升空拦截俄罗斯图95战略轰炸机, 对此,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,俄空天军和海军航空兵会在北冰洋、大西洋、黑海和太平洋中立水域进行例行巡逻飞行, 所有飞行活动均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,为进入他国领空,普京有句名言,抗议一千次一万次, 也不如战略轰炸机的翅膀煽动一次,在此震高美国人,不要以为再远离自己,国土的地方挑起战乱,别人就没法打到美国本土, 要知道,这世界上还有个叫普京的人,读者们,您怎么看,请在下面的评论中留下您的想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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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